TVBS拍下日本自卫队现身美军陆战队基地 官兵还特别戴上相机 因为安倍晋三逝世日方取消不少活动 连开放参观初允号也喊咖 但人派队员记录观察美军军机 美日同盟关系紧密自然不在话下 去年10月美方的F35B成功验证起降日本初允号 这可是我们很想买的战机 TVBS在下位基地也拍到它停放在林肯号的飞行甲板上 今年环台日本派初允号 因此这科目有无可能再来一次外界期待 只是现在台湾20年前向美国求购100架F35的公文也首度曝光 旅台美国记者揭露2002年 我国空军透过驻美代表处向美方表示 希望加入垂直起降的联合攻击战机计划 这里说的就是F35 想采购100架 更解释台湾面临中共军事现代化和导弹威胁 急需能垂直或短距离起降的战机 因为现役战机根本无法 还强调我国国防政策注明 我们不会向中共发起手工 但显然美方决定不卖 以前不行未来行不行呢 外船空军已向索洪府提出下一代主力战机评估报告 也与美方探寻各种可能性 现在F35的产线由于美国更改 就是取消对土耳其的出售 所以这个F35的产线就出现了这个余裕 那也许就是可以让台湾就提早获得F35 日本南韩新加坡都取得F35 美国卖不卖给我们 很讲求天时地利人和 TVB的新闻 陈友小丽亚 图上去刘婷婷下位报道 2022环太军演 Rimpact时尚规模最大 美日韩印澳英发德等奇聚夏威夷 美中国力强权争风向 美国盟友秀军事肌肉 为您多方面解析军事战略外交问题 TVB赛2022环太平洋军演